我們今天的訊息是屬肉體的事都是虛空的 我想解釋,我們每個人都會在肉體之中 在聖經所講的屬靈和屬肉體的對比 我們都要照顧身體,我們都要去做工,賺錢 我們需要養活自己,需要供應,需要有地方住 有飯吃,有家裡住,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的 但這裡所講的不是說這些事情是不需要做 而是說我們是否追求這些事情在生命中 因為很多人就是為錢而活,為了生存而生存 即是為了生存,我們為了生存,所以我們做工 做工是為了什麼?賺多點錢,賺多點錢就是什麼? 為了生存,得開心點,快樂點,有多點錢 就認為這是人生的目的 但聖經是很反對這件事,因為當人只是 這裡忽然間,OK,現在OK 當人只是追求世界的時候,他們會忘記了神 所以我們今天看傳讀書,你可能會看到這些說話 為何這麼…好像…有些人會覺得是消極 因為他講到虛空的虛空 世上一切都是虛空的,你會覺得 為何這麼消極呢?他的意思是說到這個世上的東西 我們追求的時候會是虛空的 世人追求什麼呢?幾樣東西 世上的成功,希望可以成功,被人擁戴 好像這裡那樣,很多朋友很喜歡他 世上的財富有錢,一時的開心 即是暫時的開心,肉體的享受 還有很多人覺得有子有孫有結婚 這些都是人應該做的事 不過是否人生的目的是這些? 如果只是追求這些,人會覺得 其實有了一樣可以很失望的 針言一章三節至八節,我一起讀 人一切的無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無碌 有什麼益處呢?一代過去,一代又來 地卻永遠長存,日頭出來,日頭落下 急歸所出之地,風往南挾,右向北轉 不住地旋轉,而且反回轉行原道 萬事令人厭煩,人不能說盡,眼看看不飽,已停停不足 好,這段是傳道書裏面一段經文的開始 就講到人一切的盧碌,他在日光之下所有的盧碌 有什麼益處呢?當然這個講到不是完全沒有益處 因為起碼養活他自己,這個是需要的 但他所講是講到永恆的,有沒有一個永恆的價值呢? 因為只是為了賺到錢呢? 當人只是盧碌盧碌,不斷地生活的時候 就覺得這些東西其實都要過去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其實是重重覆覆的 大家都試過,我們每個都試過小孩子的時候 最小的時候,你可能記得你最小的時候 記得小學中學,或者繼續讀大學 然後上班,有些有結婚,有些沒有結婚 然後在日子的時候,我們看著那些日子 以前是怎樣,現在看著那些小朋友又開始這樣 也都我曾經見過,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 曾經,他以前教會有一個手抱的女兒 即是有對夫妻,那對夫妻她未結婚已經 即是我已經是在團契裡面牧養她們的 後來生了一個女兒,那個女兒就手抱 每次跟她招呼她們都很開心 然後我過了若干年之後,回到那個地方 有個女兒走過來我那裡 李莫斯,你記得我嗎? 我不是很記得,我是誰的女兒 我叫什麼名字 那時候這麼小,現在這麼大 真是以前的事 以前我們看著我們自己發生的 將來看著那些日子 每個人一代過去,一代又來 就是重重覆覆,做回同樣的事 發生同樣的事 在《阿傳律書》另一句說話 就是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是沒有新的事 每個人都是重複做回同樣的事 那樣就好像日頭日日這樣出 每天這樣出,每天這樣下 每天這樣出,每天這樣下 我還記得有一次,當我爸爸在 他現在已經離世 有一次他在醫院的時候 我就去到醫院,剛剛那時候日落 我看著日落,我說 他可能見不到日落 我不知道他還可以見到日落 我忽然間有這樣的意念 在他來說,生命可以很危在旦夕 可以很有問題 就是說,雖然會日出日落 但很多人再看不回這個日出日落 有些人可以仍然生存為 但有些人已經去到他生命的盡頭 要面對神 我希望大家都看到 其實不要以為我們有永遠的時間 但好像時間就有很遠 但當人年紀一直大的時候 你數回頭,每個人都一樣 數回頭,發覺時間很快 向前就好像很慢 數回頭就好像很快很快 向前就慢 然後風就轉來轉去 不住的旋轉 萬事令人厭煩 就是說很多事情我們需要做 但是那些事情帶來很多困難 很多問題 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真的不能夠講盡的 令人厭煩的地方 當然這裏所說的 不是說到有耶穌的人 而是說到世上的事 當你只看世上的事 是令人厭煩的 傳道書是誰寫的 就是所羅明所寫的 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就是他擁有非常多的財富 他用很多的財富 去建造這個聖殿 也有很多是他爸爸大為留下來 特別為這個聖殿所預備的 他經歷過很多 他想要的都有 但是他會說出這些說話 他說這些一切都要過去 就算他有這麼多食 其實你想想 我們大家吃飯 那些很有錢的人吃 可能他吃的質素不同 但是都是吃這樣的東西 現在他吃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吃過 不過他可能吃多些 我們有時未必經常有空 或者沒有這樣的錢 經常吃那些東西 他吃的可能都是貴的 漂亮的東西 但又不一定對健康好的東西 他睡的床都一樣 一張床 其實你都自己可以 買多一張適合你睡的床 他的屋可能很大 不過他只能夠用他屋的一部分 我們雖然屋小過他 但我們其實都有足夠的地方用 所以其實當你數一下的時候 是不是一定我們少過他很多呢 其實未必的 有錢的人是否真的多很多呢 他未必多很多的 而我們發覺的東西 就是眼看看不飽 意聽聽不足 譬如人家聽歌 每天都要聽 聽完又是再要再聽 人家看追劇 一路看完又再看再看 都是經常都看不夠的 即是說這個世上 不能夠真正滿足人 就是神 就能夠真正滿足 那你下面的圖畫就是 就是奴婦 我們一生的奴婦 其實有什麼益處呢 到底我們人生是否為了這些 即這個是被我們反思 我們人生是否為了這些呢 我們需要做工 但是是否就是為了這些來生活呢 即是人會這樣說 我得到這些東西就開心的了 我有成功 有人擁戴我 即是我們會這樣想的 有成功 有很多人喜歡我 說我做得很好 又有錢 又有好開心 又享受 有子又酸 那樣東西 那我就很開心 即是人會這樣說的 不過得到未必是開心的 是不是有錢我一定開心呢 不是一定開心的 結婚是不是一定開心 當然沒什麼人結婚 是真的這樣的款 不過他的心裏面是否真的開心呢 我曾經試過問一個人 他明天要結婚 我說你是不是 想著明天結婚你是很開心 你是不是肯定 因為我 即是我知道他 即是有些問題的 他都不 他說我都不肯定 我都不知道 即是有很多人其實都 都可以不知道將來怎樣的 即未結婚的人很想結婚 結婚的人是否一定很想留在婚姻呢 不是一定的 有些人 其實有些人說 未結婚就很想快點跳進去 跳進去的人 也想快點出來 有些這樣的情況 有錢 這個增產案 這些增產案 是不是一定開心呢 其實那些人有錢 搞得很煩的 有物件 即是很多鞋 即有些人說 為何有些女人 未必是你們 有些女人很多鞋 很多衣服 為何那麼多鞋 為何那麼多衣服呢 男人就不太明白 為何要那麼多鞋 因為他們配不同的衣服 不同顏色的衣服 不同的情況 但是否得到那麼多鞋 就開心呢 即是有些人說 我只有一對 我坐在那一對 那一對鞋還穿洞 那他應該有那麼多鞋 應該很開心 那是否很多鞋開心呢 又不是一定的 即是原來得到 不是一定開心的 現在快樂未必長久 樂極可以生悲 這個老虎子的漫畫 他很多 這都是樂極生悲 樂極生悲 就在那玩 玩前跳舞 然後一刻踢到電視 立刻樂極生悲 即是說 忽然間 本來很開心 前幾分 前一分鐘的開心 忽然間變得很有傷 或者有人 他很開心 但忽然間 心臟病發 可以樂極生悲 即是說 其實世上的快樂 是否永遠呢 即是可以很短暫 依賴神 不是 依賴人 或者世物 或者依賴自己 就其實好像依賴浮沙 浮沙真的很慘 你下去 真的出不了 我曾經看過一個新聞 說到有地方有那些 火山爆發 然後那些泥一直下來 就見到一個女生 在那些熔岩 但那些不是很熱的那些 他但出不了回來 那個新聞說 他一定是死 救不出來 拋不出來 但他當時是生存的 即是在浮沙裡 人是真的 如果人是依賴人 為何依賴人 會依賴浮沙 因為人總是 很多地方幫不到我們 人總是 很多時候就會傷害人 會激氣 會做一些傷害我們的事 會發脾氣 人總是不可靠 或者世上的事 都是不能夠滿足我們的 但人就是習慣依賴 雖然他不能夠滿足 人就是習慣依賴自己 人和世物 即是人就是習慣 所以很多時候就會失望 但我們看透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其實這些東西 不能夠真正帶給我們 真正的滿足 譬如好像我來說 我有這些世上的東西 我是很開心 但我不是追求它 我會使用它 使用它的目的 我不是在世上的事物 而我使用它 是為了一個目的 是為了祝福人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 我們想回我們自己 到底我們是否依賴 世上的東西 是否依賴人 依賴自己 靠自己 因為我們經常想著 我有神 其實有一切 當我驕慕 神可以拿回的時候 都很淒涼 甚麼東西有開 失了都很慘 你忽然間住大屋 忽然間要住小屋的時候 你住開大屋 要住小屋 是很困難的 你睡一間床 很舒服的 忽然間睡一間床 是又小 或者是 一些彈弓 或者沒有彈弓 或者硬板 或者是 甚至很多 我去到有些地方 那些蟲 我真的要清潔一下 才睡覺的 我都感謝主 他們都為我預備好好的 又做蚊帳 不過蚊帳上 都停了很多昆蟲 那些昆蟲停留了 這個昆蟲 我可以 我都將裡面的昆蟲清除了 實際上 譬如洗澡 蜘蛛在那裡 爬不爬去 又沒有所謂 它又不是打我 但是 這個就是這樣的環境 所以我們 我回到香港 說感謝神 我們有的一切 我們應該感恩 應該開心 但我不是依賴這些 這些只是暫時的 有時候 我們越期望 失望越大 是不是 越期望 希望得到 老公 變成 亡夫石 這個故事 亡夫石 亡夫石 事實上很大 很巨型 或者很煩 因為他期望高 所以他會失望 越期望越大 就越失望越大 當人越是很想得到 世上的事的時候 他越不開心 但我們說 其實我知道 人就是這樣的 人就是這樣的 人就是會傷害人 世上的事都會過去 我們的身體都會 碎殘的 都是會軟弱的 人都會發覺 自己的身體 跟以前不同 所以我們不是 依靠身體 而是我們依靠神 走神的路 神給我多少時間 我就多少時間 追求世上的事 會有什麼後果呢? 如果得不到 就會失望 即是會不開心 因為 如果沒有期望 就沒有失望 譬如我 我很感謝神 神給我胃口 真是宣教時的胃口 雖然我吃過很多好吃的東西 我吃到好吃的東西 我都知道 不過我不是好像有些人 因為有些人 他真的吃東西 他說上次那個好吃點 我都不分得上次 跟今次有什麼分別 但有些人是很懂得分的 他會說 這間餐廳 這間酒樓 那些食物是怎樣味 什麼好吃 什麼不好吃 我真的沒有這樣的 沒有這樣的 留意 兩樣放在那裡 我就會繼續 我會嘗嘗這個 嘗嘗那個 但我都不太在意 我感謝神 總之那樣東西 不要縮 不要壞 不要有些怪味 我也吃得下 有人都見到我去到宣教的地方 他說 我見你不停吃 不停吃 就覺得很驚訝 我就說 他見我吃 他就覺得我 不停吃菜 你不停吃那些 就是他又覺得很賤的東西 他們覺得很賤 但我覺得這是最健康 我不停吃那些菜 反而有些東西 我又不是不停吃的 我去到很多地方 都能夠適應到當時的食物 什麼味 有時他們都為我 特別為我預備 那些食物我感謝住 但我得不到的時候 我也不緊要 有時吃的東西 真的有些怪味 他們那些味 就是我們覺得怪味 不過我都可以忍受到 我都會照吃 因為我沒有什麼期望 我每期望去到 每樣都好 期望的時候就會失望 我 也都我對於人 我很欣賞很多人 為主所做的 很欣賞人的生命的改變 但當人不好的時候 我也都不是很驚訝的 因為我見過很多 我接觸過很多牧師 我都發覺很多問題 我接觸過我自己 都發覺我自己很多問題 我知道人總是有問題 所以我見到人的問題 我又不會很驚訝 我又不會說 哎呀他這樣我不要他 我不理他 我不和他相交 我又不會這樣 因為我覺得 人人都是這樣的 有什麼所謂 不要緊 不死得的 有一個說話 不死得的 怎麼死得的 他怎樣 有什麼問題 關我什麼事呢 總之我不受的影響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我期望 但是 我又不是說我期望低 而是 有些東西我不期望 但有些東西我希望他好 例如他靈命好 愛主 事共處 我希望 但有些人與人之間 人有很多的方法 兩個人相處 例如兩個女人 兩個男人 兩個男人在家 煮東西 沒有所謂 兩個女人 就不太行 一個女人就說 你沒理由這樣煮 另一個人說 是我這樣煮才行 但他有他的看法 他比較癲持 有些東西是只有一個方法 其實不死得的 就是這樣煮又是照樣生存 那樣方法也是這樣生存 就是很多人的方法 如果你去到有些非洲國家 見到他們的煮東西方式 你都覺得很驚訝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煮東西也可以 這樣屋子也可以 這樣屋子也可以 那些屋頂可以這樣 穿洞也可以 我們去到就覺得很驚訝 但當我們不期望的時候 又沒有什麼失望 所以我對於人 對於事情 順利 我都不是很大的期望 但我只是求神為我開路 怎樣叫事情預備呢 安排 譬如說明明講明 是去到訓練侍奉 訓練傳導人 和一些願意侍奉的人 那有時候會有一些 有些地方 現在越來越多 是真的這樣 但有時候有些 就不是的 整班都是想醫治的 整班都是 哎呀我什麼痛什麼痛 哎呀你為我祈禱 整天都是這種 那我都為人祈禱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是 他想給神用 我當中有些人是想被醫治 但我希望你被醫治好之後 你的心我想給神用 被神祝福 這才是重要的 那我去到 那我會不會很失望呢 我又說不要緊 那神今次給我這些 我就做這些 下次有機會 就做別的 但我都會用在牧師身上 其他人可能還未預備 你得未呢 你可以預備好 我可以幫助你 總之我做了多少 可能我期望中的百分之一 都可以 都不要緊 這樣的時候 我就不會有失望 因為我知道人總會令人失望 也都我會找方法 下一次我可以怎樣做呢 也都會 有時候人就容易被人傷害 因為期望人 個個都好人 個個都關心人 都有起碼的禮貌 懂得回應人 但是的確人是有很多 不是這樣的 所以他就會被人傷害 為什麼我會 沒那麼容易被人傷害呢 因為他做了什麼呢 我立刻分別 既然他有問題 我需要放在心上呢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用激氣 不用怒吵 我不是被他傷原 我起回身 很多人就是這樣 被他打傷了 很慘 很慘 我又慢慢起回身 我是 當我一發覺他有問題 如果我有錯 我認錯 但如果不是我的錯 我發覺他有問題 我就會分辨到 我就會 四兩四十千斤 不要緊 不用放在心上 其實那些說話 不是很大力的 那些說話 不是很像一拳打過來的 是沒有的 一句說話 你很蠢 你沒有用 他講的說話 那些說話 就沒有了 不用捉住他就可以了 很多人就捉緊他 但因為我放手 我不是那麼追求這些東西 所以我 就沒有那麼容易被人傷害了 常常在我心中 我感謝神 有些人跟我相處都說很驚訝 那些人這麼困難 這麼不肯回應 為什麼你也有耐性 他找你幫他 幫他 幫不到他 找你 你總是會幫他 神給我這個聖 我感謝神 我真的 我不計較人是怎樣的 在我心裡 我真的不會 我會傾向 另一個傾向 就是我根本 有時候 不會去留意到人的一些東西 有些人就會留意到 哪個這樣 哪個這樣 他會告訴我 我又會去留意的 我都應該留意的 有些事情我應該留意的 但有些人是很留意的 我真的留意 第一 我沒有什麼時間 留意 因為太多人在我前面幫忙 我又不會留意 那個 他在做什麼 他在做什麼 有時候我未經常會留意的 但有些人就會覺得 老師 你 會不會你很計較某個人 其實我說 我不緊 我就知道是這樣 我也不緊要的 在我心裡 我覺得 我主要關心就是 我走神的路 人怎麼樣 有什麼所謂 不死得的 不緊要的 是不用放在心上 這樣的時候 人是鬆很多的 因為我經常 我祈禱就是 經常都說耶穌 跟我一起 耶穌帶領我的路 我走神就可以了 我放心放手就可以了 神一定會搞定 我心是 單純是這樣的 所以我心情是輕省的 我多謝神 當人追求 或者依賴人 或者世物的時候 有什麼後果呢 當你得到 會驕傲 他說我很有錢 我什麼都有 你看我什麼都有 他就會驕傲 他的眼光被蒙蔽了 就是他看東西 看不到 分不了 而最重要的兩個後果 就是他會失去 神給我的旨意 和一生徒勞 他是很辛苦做事 他天天做事 但他的結局 是這些一切都是虛無的 神有個計劃是很好 神給每一個人一個計劃 這個計劃可以大大的發揮 你可以享受生命 可以開心做人 並且可以祝福周圍的人 但很多人失去了 很多人以為神的路是沉悶的 外製的其實不是 神的路是開心的 因為有很多人 將人的觀念放在神的身上 認為呢 回教堂一定要 牧師說到是要這樣 硬了 定了 就是我這個誇張 一定要有一個規格 其實不重要 正如我們和一個好的朋友 在一起 你十年沒見 很喜歡他 然後你見到他 你會不會說 我要很有規格 我伸出手握手 歡迎你 今天回來 我沒有見你十年 那你那個朋友說 你怎麼這麼生愛 你怎麼會這樣 你會做任何 可能你平時不會做的事 因為你和他好 我們和神好的時候 不要緊 你可以大壓 耶穌你真是好 感激耶穌 你可以這樣 因為呢 神是很輕鬆的 神不需要我們用任何方法 好像大衛戶在 帶著藥櫃一邊跳舞 一邊帶著藥櫃走 就是因為他 和神的關係很輕鬆 不用那麼緊張 我們其實看到聖經 原來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原來追求 世上的東西 就會有這些後果 好了 這個經文我們剛剛讀過 我們跟著下面那裡 傳到書的其他 但我們讀一讀黃色的部分 人一切的牢牢 有受益處 一代過去 一代由來 萬事應人厭煩 眼看看不飽 已停不足 接著是第一章十七節 我又專心插明智慧 狂妄黃愚昧 乃知者也是暴風 因為多有智慧 就多有仇法 加憎知識的 就加憎憂傷 然後二章十六節 智慧任何愚昧人 一樣永遠無人紀念 因為日後都被忘記 可嘆智慧人死亡 與愚昧人無義 這裏所說的 是以世上的角度來看 也不是神的智慧是沒有用的 其實神的智慧是很用的 但這裏所說的 就是在世上很聰明的人 即是好像很多博士 醫生 他們有世上的智慧 但如果沒有屬靈的智慧 他的智慧是有限度的 我自己本身 即是我的同學 都是很多醫生 很多是在這個社會 又出名的人 我曾經有一次在電視 看新聞的時候 剛剛就是我的同學 當時他是交通處的副處長 是我同學 他上電視 當時就講到現在的交通的情況 他現在已經退休了 即是我們現在同學 那些同學多數都退休了 即是他們很聰明 其中一個醫生同學 他是自殺死的 我們其實也有 兩三個同學是自殺死的 即是其實人有智慧 即是世上的智慧 不代表他是有一切 其實一切可以過去的 好了 所羅門所講的 就是他看智慧狂妄和言會 都是暴風 即是單以世上的角度來看 他說多有智慧多有仇煩 為何多有智慧多有仇煩 因為有智慧的人 他看到那些人 人生原來這麼虛無 即是原來一切都要過去 我自己在我未信耶穌的時候 我有一天忽然想 神叫我去想 為何你讀書 為何當時讀書 我讀到怎樣 我通常來講 我那時睡午覺 然後我晚上讀 那樣讀的時候 可以專心很多 那我讀到發覺耳朵會響 那我就說 為何我這麼辛苦讀呢 那我的意念就是 我將來可以有份好的工 那接著怎樣呢 將來賺錢 結婚 生兒子 那接著怎樣呢 老 接著就會死 那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真是 人生是 不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那時候 因為我未信耶穌 我只想 那我既然是這樣 我現在享受 不一定要等到 讀完書才享受 就是現在享受 那有很多智慧的人呢 他就看到世上的東西 就是很虛無 他們就會開始失望 所以有些 心理學家啊 有些 就是幫人的精神 精神問題的人呢 反而他們很優秀的 他們本身呢 他們自己裡面呢 很多憂傷 因為他們看到這個世界 很多痛苦 很多問題 看到人人生的問題 都是重重覆覆 因為有智慧的人 他其中一個就是 為什麽那些人 那些人 我們不應該說 基督徒 因為聖經講到 如果邁人是蠢才 難免地獄的火 不過聰明的人 為什麽這麽慢的 嘩 那樣東西我 已經學了 你教極都不懂 那他就是 亦多受犯 哇 他有聰明的時候 為什麽整個公司做事 那麽蠢那麽慢的呢 他就會看到這個世界 為什麽社會這樣 很多的問題 為什麽 他們夫婦都是發生同人的事 加增知識 加增憂傷 他越知道這麽多東西 他越多憂傷 其實呢 我家人 因為看那些 有些名人 他的生平 其實你真是看到虛空的 他們看到他們 怎麽以前賺錢 後來又怎麽 那麽衰老 那些錢又怎麽失去 以前這間屋 香港那間國是誰賺的 怎麽得回來的 很多這些歷史 那麽 但是呢 當你知道這些事的時候 你真是覺得這些都是虛空的 那麽還有呢 如果以世上來說 智慧人和愚蠢的人 一樣死亡 是日後都被忘記的 雖然你說 我都知道 愛因仙海是誰 我知道 愛因仙海是誰 我知道 不過 已經好像 很遙遠了 是吧 很遙遠 亦有很多人很厲害 沒有人知道 不過 其實在世上 沒有人知道又怎麽 不死得了 即是 我們總之有神知道就可以了 但是 的確 聰明 不是代表他一定是 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還有呢 智慧人死 跟愚蠢人無異 都是一樣死的 一樣是這樣 氣喘氣喘 吐不了氣 好辛苦好痛 跟著離世 就是這樣 不過有些人真的好好的 有些睡覺離世 好平靜 真是神所慈福的 是最好的 有些人拖很多年 很辛苦的 這是神的慈福 這所說的 不是我們追求智慧 而是有淑靈的智慧 加上有世上的智慧 但淑靈的智慧 沒有世上的智慧 也有問題 有些人沒有世上的智慧 最簡單 世上的事 應該要做 為何每次都 處理時間 處理不到呢 就是他沒有世上的智慧 去處理的時候 他都需要世上的智慧 去處理他的時間 處理他的金錢 處理他要處理的事 和人際的問題 為何重重覆覆 發生同樣的事呢 他都需要世上的智慧 但有淑靈的智慧 就很不同了 有神給他的智慧 就看透萬事了 接著呢 二章一節 傳道書一起讀 我心裡雪來霸 我以喜樂是是來 你好享福 誰知 這也是虛空 我指欺笑說 這是狂妄 論喜樂說 有何功效呢 這裏所說的喜樂 是指到普通人的那種開心 哇 整班人一起很開心 很開心去玩 玩遊戲很開心 去哪裏旅行 去飲和吃 很開心 他是指這一種 他說試一下 開心去試一下 都是虛空 有甚麼功效呢 譬如 很簡單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試過這種經歷 跟一班朋友很開心玩 接著散了 拜拜 接著你一個人回家的時候 始終最後一個人 除了我和太太的情況 兩個人最後兩個人回家 如果不是你一個人回家的時候 那段路呢 你都覺得謝先生那些開心 忽然間走了 所以呢 其實世上的開心是不持久的 但是神裏面的開心就可以持久 所以追求世上的開心 很多電視節目都是搞氣氛的 還有那些人走在一起 我去打球 我發覺那班人很多是吹水的 即是經常吹吹水 他們呢 有些不是真的走來打球 他打一場就不打 坐在那裏 有些甚至那天都沒有打過 坐在那裏 那做甚麼呢 不停吹水在那裏說話 那裏說到那裏說到那裏 真的整天都不停 很多事都在那裏吹的 那裏他就開心一些 即是好過家裏那麼煩悶 那原來人就是 即是人就很多事 追求這一種的開心 好了 經營的事了 傳到孫兒章11節 後來我拆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 或我勞碌所成的功 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浮風 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那當然他指毫無益處 是指到就是永恆 或者長久的益處 即是手所經營的 譬如人可以做生意做很大 但是呢 增產案 這個又另一個 長嫂這個失馬仔 即是這些家庭裏面都是很多錢 但是呢結果呢 因為錢的緣故很多問題 有些人很成功 很成功 是不是代表他一定是快樂 或者他有永恆的價值呢 不是一定的 其實就算他有開心 不代表他有永恆的 那也有些人呢 他有信耶穌 但是呢 他也生意很厲害 是不是代表他一定享受呢 也不是一定享受的 然後呢 人遭遇的 獸都遭遇的 傳道書三個十九節 為世人 因為世人遭遇的 獸也遭遇 所遭遇的都是一樣 者個怎樣死 哪個也怎樣死 氣息都是一樣 人不能強於獸 都是虛空 都歸一處 都說出於塵土 也都歸於塵土 世人遭遇的 野獸都遭遇 遭遇到一樣 野獸怎樣死 人都是一樣死的 人不能強於獸 都是虛空的 人一出於塵土 都要歸塵土 這個大家可能見過了 Christopher Reeve 就是做個超人的影片 但是呢 他後來騎馬 跌下來 雙條頸 已經離世了 結果他是很困難的 日子很困難 其實人真的沒有把握 什麼都沒有把握 人一切都要過去 有些人又說 死了死了 但是我們有神 有神就不同了 有神就算 有一天真的有大病 又怎樣呢 我知道神會照顧我 神會給力量我 於是我在什麼情況 我都有喜樂 有平安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貪愛銀子 還有睡得不好 不是一定得到 還有睡覺 不是一定人 他有錢 不是一定得到 前度書五張十節 貪愛銀子的 不欣得銀子之足 貪愛豐富的 也不欣得利益之足 這也是虛空 貨物增添 吃的人也增添 物主得什麼益處呢 不過眼看而矣 老老的人不虛吃多吃少 睡得香甜 富足的人 豐滿卻不容他睡覺 這個講到 就是你貪愛銀子 錢 或者錢 不會因為銀 來支足 你就算有多少錢都好 不會因為 好多錢 好支足 不會的 一樣他想有更多 不是這樣他想別的 想多一個老婆 想多些人捧他 想成功多些 生意大些 貪愛豐富的 不會因為這些利益 來支足 也是虛空的 貨物增添 吃的人都增添 因為一個人賺很多錢 他會養多些人 物主得到什麼益處呢 不過眼看而矣 他賺了很多 但很多人吃飯 不過他眼看得到 雖然他有份食 不過他未必得到 他想要的東西 那老老的人 他無論吃多吃少 他就睡得香甜 因為老老他辛苦 但是呢 豐富的人 有時候他睡不到教 因為他不想 我的錢怎麼用呢 我的兒女 經常想著我的錢 他會因為錢 就在那邊煩惱多些 所以 其實現在香港 多些人 失眠 情緒病 以前反而少些 以前辛苦些 做些工都辛苦些 但現在好似人 困難多些 原來真是世上的事 很多是虛空的 傳道書五則十三節 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大和環 就是財主積存之財 反害自己 六章二節 就是人蒙神賜他之財 豐富尊榮 以至他心裡所願的 一樣都不缺 只是神賜 使他不能吃用 反入外人來吃用 這是虛空也是和環 他說 有人 即是一個大的和環 就是有人 積存之財 反而害到自己 其中一個例子 我聽過就是 因為我都不記得名字 我就記得小甜甜 小甜甜的老公 因為很多錢 就被人 縮了去 結果下落不明 到現在這麼久 已經不在世上 即是他很多錢 但害了自己 因為他有錢 有些人就專偷那些有錢奧 就是捉了他 反而害了自己 有些人 神就被他支財 他總是神給他的 始終他得到的 都是神給他 但他未必走神的路 神用他 有這些 只是神是他不能吃用 反而外人吃用 我試過見過一個 很有錢的人 他臨死的時候 他真的不能吃東西 他只是吊喉 整個身都很紅了 生了一粒粒 很辛苦很辛苦 他吃都吃不到 也有些人不用到那個年齡 到了某個時候 已經吃不到 都是虛空 所以 其實追求世上的東西 是很短暫的 一起去第五章十八節 我所見為善為美的 就是人在神 賜他一生的日子吃寒 享受日光之下 牢牢得來的好處 因為這是他的份 神賜人之財豐富 使他能以吃用 能取自己的份 在他牢牢中喜樂 就是乃是神的恩慈 就是這個神的禮物 當一家人都愛主 一起祈禱 一起吃飯 一起互相關心 是開心 這種是豐富的 是 就是 就算他有時會有困難 但是他們在這個困難裡面 永遠有神的恩典 所以 這件是一件美事 就是神能夠賜給人 一生 他吃喝 享受 能夠享受 我們都試試享受 現在有冷氣享受一下 感謝神 我們現在有舒服的椅 我試過去宣教 他們坐了一張椅子 一張椅子爆了 很多地方坐椅子都是有困難的情況 但是我們有些椅子真的好 也有些坐地下的 那些地下是什麼呢 是一些泥 是一些石 其實我們有的一切 我們都感謝神 我們享受一下 我們有吃東西享受 你吃東西的時候不用選污蠅 不用小心污蠅 有些地方吃東西 你一路要趕污蠅 有些人就說 二牧師為什麼你要去 你在香港便很舒服 我就覺得 吃那些是 真是新外物 吃了又是 又去洗手間又出來 又是要過去 吃得多好又是要過去 那我都吃的時候 我都說神啊 我感謝你教我去享受 吃的時候 搭震一下味道 但有些人都不記得搭震一下味道 親了才記得它好吃 其實吃的時候是享受一下 為什麼我去呢 因為吃是短暫的 是過去的 但我肯去祝福人 神就喜悅 這些是永恆 真是幫到人的生命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說 神啊 我體重世上的 即是神的東西 在世上能夠祝福人 而不是我得到些什麼 能夠有知財豐富 然後能夠享受 在祂牢碌中有喜樂 這個是神的恩賜 能夠開開心心做人 是神的禮物 所以最後呢 十二章傳道書 傳道書只有十二章 很容易看的 我希望大家回家 會看傳道書 我一起讀一下 十三節 你趁著年幼 衰白的日子 誰未來到 就是你所說 我紅毛喜樂的那些年日 未曾臨近之先 當妓便做你的主 十三節 這生事都已聽見了 總義就是敬為神 謹守他的戒名 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 因為人所做的事 連一切隱藏的事 無論是善是惡 神都必審問 就是我們應該趁著年幼 這個年幼不是一定 幾歲的時候 總之我們年輕的時候 仍然有力量 衰白的日子 未曾來到的時候 就是你毫無喜樂的日子 未曾到之先 紀念做我們的主 第一就是紀念祂 紀念神的美善 紀念神真的這麼好 我們全心愛祂 和祂有好的關係 這是最重要的 你和神有好的關係 你一世都無福 並且你要學到的 我希望大家學 我真的發覺 神給我這個禮物很好 當我經歷聖靈的時候 當安卡羅為我按手祈禱 我經歷很大的愛 湧留在我裏面 我就很想保持 我就多祈禱 並且當時我參加聚會 當時兩個牧師都是做一件事 就是教我們愛慕神 相信神在這裏 你現在愛祂 敬拜祂 讚美祂 我們就長時間這樣做 我就發覺 我怎樣做 可以保持到神的同在 可以感受到神的平安 喜樂 我們都感激神 因為當時來講 我是感受到 身體的反應 和心靈的反應 那我就發覺 怎樣做 心會喜樂 那我就持久地做 到今天為止 我都一路祈禱 哈利路亞 感激耶穌 立即有喜樂 立即有力量 立即有愛 立即有愛 立即有感動 我希望大家都學無 神是可以經歷的 當你時時經歷到神 你無論做甚麼工 無論有沒有人在你旁邊 無論你甚麼情況 你一想耶穌就有力量 整天都可以得力量 這個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學無 這是第一關 第二集 我怎樣給神用 所以第一就是紀念做我們的主 就是我們的主真是很好的 祂什麼都是美善 其實我們看到任何一件事 譬如我們的水 我們感激神 水是很好的 你想想如果水不是這樣 那你說水當然是這樣的 即是現在水 H2O 即是兩個氫的原子 隔一個氧的原子 隔一個氧的原子 隔出來就是水 是很好的 我講一點給你聽 其中 第一水這麽好 水不是好像油那樣 結韃韃的 水可以是結韃韃 我們都要喝它 是吧 如果水是這樣的結韃韃 我們都需要水維生 這樣的時候喝就不同了 或者水有苦味的 譬如是要喝 不過有苦味的 我們都會覺得很困難 每次喝水都很苦 但我感激神 水是 即是 它本身沒有味 但其實呢 如果它來源好的水是甜的 是令你舒服的 水還有一件事很特別的 它到四度的時候 它就很鬆降 什麼意思鬆降呢 這個形容就是 那些氫和氧的原子 在四度之前它是混亂的 普通的物質 越冷就越縮 是吧 但是四度的水 四度的濕 涉涉四度 都四度的時候 開始它就鬆降 即是呢 保持距離 和旁邊的原子保持距離 當它保持距離 到結冰的時候 由四度開始到結冰 它就鬆降 越鬆越 越鬆越穩固 那有什麼效果呢 擴張了 這件事是水才有的 凍就會擴張 那有什麼重要性呢 非常重要 就是保持這個世界很多的生物 你想想那些湖和海 有些海是結冰的 北極南極的海 是可以完全結冰的 如果它那些 好像普通那樣 它一凍就會沉到底 普通凍就會重 越熱就越輕 譬如一整熱就浮起 越重的時候 下水底結冰 由水結冰上來 水裡面所有的生物都會死 對不對 但很感謝神 水一凍的時候 它就浮 浮了 即是冰 一路凍 由四度開始一凍 所以水底的水 就是四度而已 由它一路再凍 就浮了 再凍就浮 所以最凍最凍都是四度 神又很特別 祂能夠做些魚 忍受四度 我們真的受不了 四度水 我們不能生存 它在四度水裡面生存 越冷的就浮起了 浮在上面 就保護下面沒有那麼冷 所以下面它可以生存 還有一些湖 它不會整個結冰 這個都是神很奇妙的設計 其實我們可以欣賞 我們的眼睛能夠透明 如果水不是透明 我們都要喝的 如果水是黃色 咖啡色 咖啡色 我們都要喝的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眼睛就不是透明了 你看到什麼都是咖啡色的 即是我們身體的液體 全部都不會透明 但我們的眼睛是完全透明的 其實很多事情 我有空就會想想神的智慧 所以我們紀念做我們的主 我們就會欣賞神 我們就會喜歡神 神你真是好 從欣賞神之後 接著做什麼呢 就是敬慰祂 尊敬祂 祂是全能的神 萬王之王萬主之主 我就謹守祂的戒命 祂吩咐我做的 我就去做 我去愛人 愛神 傳人福音 拯救靈魂 去更新人的靈命 你說我未到 不要緊 你開始親近神 你有好的生命 你將來可以被神使用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 聽到耶穌的好消息 都有個心 我想給神用 給神祝福 這樣呢 你的生命就有意思 你就能夠開心 其實基督徒如果 生存只是為了自己 其實很多事情發生過 他會經常注目 哎呀 那些人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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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不開心的 人注目在自己的事 其實通常都是不開心的 但是我們注目在別人 幫人 不是八卦人 有些人注目在別人 就八卦人 我們注目在人身上 就是祝福祂 幫祂 這樣的時候 神就喜悅 神喜悅這個人 就好像沒什麼困難 那樣的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困難 我都有困難 但是我總是不會留意 不會停留在那些困難那裡 我總是注目在神那裡 很緊要就是 謹守神的戒命 這個是人所盡的本分 因為神給我們這麼多禮物 我們都應該盡的 因為人所做的事 連一切隱藏的事 無論是善是惡 神都必審問 神一定會審問 我們的心態是怎樣 我們的說話是怎樣 現在聽到的時候 你的態度是怎樣 神都會審問 你每次聽到的時候 你的心都說 嗯 我都做不到 我才知道你做 我不適合 不適合聽 神都將來會審問 我們對人的態度 我見到人的時候 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不喜歡跟你聊天 我不理你 的時候 這些態度都是神會審問的 是沒有人能夠逃脫的 每一個都要面對神的 神的屬性是怎樣 一起讀 神看得一切隱藏事 神賞賜一切順從者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趁年輕 紀念遵從事奉神 就是說 神是看到一切隱藏的事 還有誰聽話呢 祂是賞賜和紀念祝福的 所以我們趁年輕的時候 就紀念神 遵從祂和事奉神 這個是最聰明的 傳道書所說的就是 不要只是為自己生活 不要只是想世上的事 而是多些去想想別人 想想神 去怎樣去祝福別人 倚靠和信從神最穩陶 因為神是穩陣 倚靠股市有什麼後果呢 股市會倒閉 樓價會倒閉 你說現在香港倒閉也有限 現在當然了 不過有一天 如果世界每日 聖經所講的 啟示錄所講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你有多少樓都沒有用 因為沒有電沒有水 你洗一間樓都要下樓 你要下樓 如果一間屋是沒有電沒有水 你留在樓上幾十樓 有沒有用呢 沒有水喝 在哪裡找到那麼多水 有那麼多樹葉 有那麼多綠色 在打仗的時候 我去過非洲 我問他那時候 他們沒有東西吃的 怎麼樣 他真的有試過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那些植物 有些人試過吃得 一人一枝 每個人都吃完那種食物 他不會直接吃 因為他知道有些吃了不行 真的吃光 什麼都吃光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 那時候 你37樓 50樓 你還有沒有用呢 你都馬上要走下來 你天天走上走下走上走下 找草食 真的比什麼更辛苦 所以 但是依靠神是最穩妥的 詩篇37篇第五節 當將你的事交託耶路華 並依靠祂 祂就必成全 將我們一切的事交託給神 依靠祂 祂就一定會成全的 因為神掌管這個世界 在將來的大災難的時候 神都會被我們力流 有神的同在 祂有很多禮物 神給我們很多禮物 神是經常是私恩的 耶穌救我們 有教會的支持 有弟兄姐妹的支持 有聖經的懷疑 又給我們喜樂 太陽與水都是神給我們的 我們感謝神 現在有太陽與水 神給我們的義婆 還有祂給我們的接納 我們侍奉的婆 有聖靈 有個人的恩賜 我們有健康的身體 有自然界 有機會侍奉 還有將來的賞賜 神真的很好 我們就感謝神 那問題是你選擇什麼 兩條路 左和右 左呢 就是錢 驕傲 自己要追求聰明 一些朋友能夠玩得 得到別人認可 或者追求夢想 這樣的時候你可以是煩惱的 或者你願意愛神 和數算神的恩怨 走神的路呢 我想問大家 你現在走的是什麼路呢 既然我們知道神是真 你在走哪條路呢 很多人知道神是真 但是他走的時候 不知不覺是追求世上的東西 有些人總是在徘徊 總是徘徊 總是不能夠決定心意 我整個生命給耶穌 如果我們整個生命給耶穌 是很明顯的 我們一定會看到的 一定會看到他的生命的改變 但是為什麼要卡住呢 卡住就是覺得 世界上我還有些東西想得到 其實我又不是說你不去 在世界做工 我應該做工 我應該追求世上的智慧 做得更加好 是應該的 基督徒無論做什麼都應該做得好的 但是我們的目標不是在世界 我求主幫助我們感動我們 真的選擇合適的路 我們一起低頭 在神面前去討告 神呢 到底我的心放在哪裡呢 我的心是放在神那裡 還是放在世界呢 有時候有些人說 我都是想跟神的 不過總是很多煩惱 我們就想一下為什麼有煩惱呢 就是因為我們有些地方未放手 我們有些地方未放手 就會有煩惱在這裡 當我們放手的時候 這些煩惱都會放手 都會離開的 主耶穌求你感動我們一手 醒察我們的內心 到底我們是走神的路 還是走自己的路 我們追求是世上的意 這些都是虛空的 虛空的虛空 人在日光之下所做一切的事 都是虛空的 都是要過去 以前怎樣輝煌的 現在都要過去 以前怎樣聰明的 都要過去 但我們有神的時候 我們所有為神而做的 是永存的 主求你感動我們的心 讓我們想回 為什麼我們有煩惱 為什麼我們有不開心 為什麼我們有激氣怒躁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多情緒 有這麼多負面 因為我們有些人未放手 因為我們期望人是怎樣好 我們希望人是怎樣好 但我們愈期望就愈失望 主求你幫我們 期望不是放在人身上 重要的 人不好無所謂 我們不死得 求主你幫助我們 無罪一生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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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的困難都好 神你幫我 多大的困難都好 神你幫我 很難搞 神一定有出路 神你幫我 我將我的生命給耶穌 我將我的生命給耶穌 舉高手和你站起來 神我願意放下這些煩惱 我願意做一個 沒有煩惱一生輕的人 我願意耶穌 聖我的罪 救我的靈脈 更生我的生命 變成一張生命 主權交給耶穌 我願意走上神的路 我願意將一切放手 我願意不再背著煩惱 何必受苦呢 何必煩惱呢 我們向神說 神你幫我放下這些煩惱 不要再反覆思想 神他叫我們 不要再反覆思想這些煩惱 叫我們反覆思想 神的愛神的恩典 叫我們將生命獻上給神 紀念做我們的主 並且敬畏神 遵從神一切的吩咐 並且侍服祂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給我們的路是最好的 當我們走神的路 神一定會祝福 神會給我們走一條黑路 神叫我們一生無福 神會為愛祂的人所預備 是眼睛的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過 是會好到不得了 生命內神一路一路開路 主求你 在我們當中興起服侍的人 給神使用的人 服侍的人 願意給神用 不是一定要在教會裡 那種服侍 就是我成為一個服侍者 經常都想著要祝福人 你願意成為服侍者 請你向神舉個手 我願意成為一個服侍者 我願意給神用 我願意將我生命獻上 你向神 向神說 神我願意成為一個服侍者 我願意給你使用 靠你使用我 靠你憐憫我 靠你憐憫我 四面我一切入盡 叫我輕省 待會你把你的煩惱放下 那些重淡 那些不開心 我放下了 我不用再煩惱了 我要輕輕鬆鬆 Hallelujah 我要輕輕鬆鬆 何必煩惱呢 何必想著人的事 何必期望人那麼多呢 何必反復思想那些不好呢 我可以想多些神的美事 多謝天父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Hallelujah 我又謝祈禱 主耶穌知給我 我又謝祈禱 主耶穌知給我 我又謝祈禱 主耶穌知給我 全世界的數字 全世界的所有 Hallelujah 我又謝祈禱 主耶穌知給我 我又謝祈禱 哈哈 主耶穌知給我 哈哈 我又謝祈禱 哈哈 主耶穌知給我 好 全世界的數字 全世界的所有 全世界的所有 Hallelujah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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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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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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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主下我们越轻松越喜乐 有神的喜乐 我们越做得好 我们的工作越做得好 我们的前路越好 神会大的祝福 主耶稣帮助我们更新我们 真是委身行你的路 委身跟从主耶稣 你一起跟我祈祷 亲个天父 亲个天父 派你四个一切去聚 我们执着这个世界 对人有高的期望 对世上的东西有高的期望 令到我们很多失望 主求你帮助我们 数算你的恩典 深信你的大爱 将生命交给你 走上神的路 尊敬神 纪念神 与神有密切的关系 遵从神的吩咐 去侍奉主 给神使用 多些关心人 我们的烦恼就变得越来越少了 多谢耶稣 多谢爱神 神为我们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又未曾想过的 多谢天父 求主祝福我们 哈利路亚 有兴散的心 有力量 有平安 有喜乐 有侍奉 哈利路亚 就会得到神的喜悦 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